人民日报点名表扬苏炳天 中国斯诺克二大猩猩在列 全红缠未上榜 北京时间12月30日 人民日报评选出 2021年国内国际十大体育新闻 苏炳天被点名表扬 此外赵新彤 严炳涛两位斯诺克猩猩的名字也被提及 在国内十大新闻中 作为运动员只有苏炳天的名字被单独提及 8月1日 在东京奥运会男子100米半决赛中 苏炳天创造了9秒83的个人最好成绩 刷新亚洲记录 成为第一个站上奥运会男子 百米决赛跑道的中国运动员 9月21日 第四次参加全运会的苏炳天 在陕西全运会男子百米决赛中跑出9秒95 夺得冠军 这也是苏炳天职业生涯 第十次跑进10秒 苏炳天不是奥运冠军 但他在东京奥运会上的成就 不要于拿到奥运冠军 2021年 三位中国体坛年轻人引人关注 分别是严炳涛 赵新彤和周冠宇 三人都创造历史 21岁的严炳涛 是斯诺克三大赛历史上第一位00后冠军 本月初 24岁的赵新彤职业生涯 首次打进三大赛决赛就拿到冠军 22岁的周冠宇 则成为中国首位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车手 值得一提的是 国内十大新闻中 奥运冠军全红禅没有被提及 有些意外 2022年 又是体育大年 2月份 北京冬奥会将举行 9月份 杭州亚运会将举行 11月到12月 2022年 卡塔尔世界杯将打响 冬奥会和亚运会上 中国健儿的表现值得期待 至于世界杯 国足基本已经无缘了